弥加书第六章第八节 世尔纳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人从小心怀大志 想要获得伟大的成就和声誉 年岁渐长 我们仍然怀有雄心大志 但同时也渐渐地明白 心怀大志是一件事情 真正的成就又是另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到自己 无法成就我们所想要成就的事 人生因此变得单调而贫乏 但是与神计划配合的人生 是绝不会贫乏的 神并不要求我们 做什么伟大而超乎平常的事 在今日的经文中 神说明他对我们有三样的要求 一行公义赢得他人的赞许更为重要 乃是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正直公义 第二好怜悯 是今日世界所需要的 不是英勇的行为 而是仁慈怜悯的行为 第三 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是放弃虚荣和野心 让我们安静 谦卑与神同行 将这三项的目标 存在我们心里 它将使你的生活丰富 它也要使那些与你相处人 得到亮光和温暖 今天的经文是 弥加苏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以此是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